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我是微风吹 今次想记录一下这家餐厅 Itta Mama 哇 有很多食物选择 主要是吃西式的食物 这个餐牌真的做得很漂亮 每个菜式都拍得很漂亮 和很吸引 看到照片都觉得很好吃 很意外 价钱还很合理 今次我们去了何文田的分店 其实北角 将军澳 荃湾 乐富都有分店 进店之前 记得帮我赞好 订阅 按旁边的小铃铛 一有新片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现在就进去店看看 进去你就会看到一个小卖部 有杯啦 黑松炉 茄汁 酱料 小食 和咖啡 然后这边就会看到有蛋糕和甜品 上Ocawise看盘栽应该是Oreo布丁 餐厅里的装修都很漂亮 很有心思 主要用了黑色和木色 有怀旧的风扇 还有很漂亮的黑色吊灯 餐厅的空间都很大 很多位座 这边呢 还有很多玻璃酒瓶做布置 都显得很整齐 试过效果很棒 还有用了香港的霓虹灯 做了鸡 猪 牛的图案 令整体的感觉又有滑舊 又很时尚 在这个环境吃的都真的挺享受的 展示多一次清晰点的餐牌 先看看 这两页是11点后供应的 接着这两页是下午茶 2点至5点半供应 这几张就是小食 饮品和甜品 这次我们就叫了两杯特饮 左边是曲奇妙脆奶冻 右边是薄荷朱古力奶冻 黑松露腌肉菌黄的黏阔甜面 妈妈手工披萨 它是有香草腸 温泉蛋 烟肉 肉酱的配料 黑松露炒蛋 伯格包 配香脆薯条 由于我们叫了三个餐 应该有三杯餐饮的 但这里就有一个不足之处 就是不能加钱转特饮 那我们唯有额外叫多两杯特饮 一共有五杯饮品 就只好将三杯餐饮外卖带走 首先介绍一下妈妈手工披萨 切开了温泉蛋 哇 你看看 超级流心的 超棒 一个这么小的披萨 配上流心温泉蛋 真的没得输 看到披萨蛋 其实也看到有很多材料 吃下去真的很好吃 我觉得真的值得一试 接着就试一下 黑松露炒蛋伯格包 配香脆薯条 薯条炸到脆薄薄 一定好吃 面包很软熟 难得黑松露的味道更浓烈 这个真的很好吃 如果喜欢吃黑松露的话 我真的推介这个 一定要试 完全不会失望 最后就是黑松露 腱肉菌黄的黏粉条面 它的外貌是很吸引的 看上去也很好吃 不过应该是之前吃了黑松露炒蛋伯格 那些黑松露太浓味了 相比之下 现在才吃粉条面 就变得没什么味道 那就有点失望 可能下次只吃这个 会比较好一点 好了 今天的试食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Eater妈妈 还有什么好吃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记得帮我赞好订阅 按下小铃铛 下一条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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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